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小猪价美食 今天我们来做一道清蒸黄桑鱼 这条黄桑比较大,又很新鲜 接下来把鱼清洗干净,去一下鱼 这反面都要去掉 把鱼鱼已经刮干净了 今天这条鱼我们从背补开 现在把筛和肠取掉 这条是黄山糕,不要扔掉,一会一起蒸 把这头里的大骨剁两刀 把鱼这边厚一点的,我们顺便就划上两刀 方便入味 这样就可以清洗干净了 洗去它的血块和血丝 还有可以抹,全部洗干净 洗干净以后,我们顺便在上面抹一些盐 让它有点露味 这反面都要抹过 不易太多啊,不然的话会太咸了 好,现在我们把它装盘备用 准备葱和姜 葱切两段就可以了 姜切片,稍微厚一点 准备一个干净的鱼盘子 把刚才切好的葱段铺在盘底 试蒸鱼的时候,让鱼能速落均匀 把它架空起来 摆上姜 再把一个黄山鱼糕放进去 再把准备好的大鱼架在葱上面 尾巴底处先垫块姜 里面粘住 头部也垫一块 接下来我们把这姜 塞在这个花锅刀的刀口里面 把姜汁渗透在鱼露里面 会更香 在上面冷点料酒 放上个葱结 这样水开以后就可以上笼蒸了 盖上盖子蒸8-10分钟 好了,现在时间到打开锅盖 哇,好漂亮 鱼眼突出来了 说明这黄鱼已经熟了 接下来把葱结 姜片取掉不要 把这新水倒点掉 这样完全就好了 再冷点蒸油尺油 在鱼背上铺上三丝 好了,今天这条清蒸黄山鱼就完成了 如果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 请点关注和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